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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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我是谷婷 今天我們要進行Room Tour了 因為自從上次看了一樓之後 很多人都在敲完二樓 那二樓的部份其實就是我們的臥室跟書房 像這邊可以看到有一個超級可愛的小房子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臥房 下面這裡就是留給歐仔的貓門 讓他可以自由的進出 那我們先來看書房的部分 這裡就是我的書房 然後呢我們這邊也沒有做門 就直接是做一個開放式的設計 讓這個空間看起來很開闊 那基本上也是以原木色為主 然後中間呢就會穿插一些 我很喜歡的老家具作為點綴 還有植物的部分也是超級好看 然後這裡呢就是我的閱讀小茶几這樣子 上面呢我就是規劃貓跳台 因為我希望就是我看書的時候 歐仔就是可以在我的頭上這邊 搞來搞去之類的 但是因為他實在太喜歡這個藤桌了 就上面是玻璃睡起來很涼 然後下面呢也是藤邊的 所以他現在整個這個變成他的睡覺的地方 我現在要看書都有點困難 這張藤椅設計精巧還搭配一個小茶几 上面彎曲的線條造型很優美浪漫 背靠的地方是不同的工藝手法 老家據算都有一定的傷 可以代表凝結過去獨一無二的歲月 然後後面這面牆啊是我的得意之作 因為其實啊這個牆上面是有兩個電箱 那要遮這個電箱我覺得一般掛畫啊 或是擺什麼東西都有一點無聊 所以後來呢我就找到一個超漂亮的老屏風 它也是台灣早期的東西喔 而且這個屏風呢很特別 它是有這個花架的設計的 所以就可以讓你擺盆栽 我覺得盆栽擺上去啊 它整個生命力還有穿透性是非常的好 另外它這些細節啊都是做得非常的細膩 是在現在的家具很少會看到的 那我覺得放在這裡呢是一個很吸睛的存在 然後放到植物也看得心情很好 那後面這個比較高的電箱呢 我是掛了這個林物菊之前出的 它上面呢是台灣的一些常見的樹木跟種子 所以啊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我們去爬山如果看到一些 之前好像不認識的 回來就可以來查這個然後圖鑑這樣感覺 就對照知道說喔又認識了一個新的植物 所以我覺得它們兩個這樣搭配起來是很和諧的 那另外這個呢也是之前就是買到的一個老藤窯椅這樣子 側邊的這個設計我覺得非常的優雅 而且呢也很少見 那它的皮面呢是皮革的 做起來非常的舒服 那我覺得它這個車縫很特別 而且其實看起來有點像那種山人 就是層層疊疊的樣子 所以我就不想改動就維持它原本的樣子 然後在椅墊的部分當初是直接破了一個大洞 可是因為椅墊其實還蠻好修補的 我們就拿去一般的那種修沙發的那種店家 它就幫你換一個皮然後換裡面的泡棉 所以呢我們選一個顏色相近的 其實現在看起來也很協調 感覺它們就是原本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介紹我們的書桌 這其實跟就是上一集的餐桌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然後也是採用原木的板材 它長度也是180 所以兩個人做起來使用是還蠻OK的 我覺得它這個質感非常好 那像我自己平常就很喜歡桌面非常的乾淨 就可以看到這個桌子的紋理 然後前面這邊呢擺的是我的聖墓 因為就工作壓力有充滿大的 就很想要多聞一些就是神聖的味道這樣子 這裡平常呢就是剪片的區域這樣子 然後旁邊這邊就是我的位置 但是因為我的位置呢 常常就是被歐仔給霸佔 它非常喜歡這張電腦椅 其實這個電腦椅是在我就家的時候我就在用的 它雖然有一點點就是被歐仔弄的破損 可是因為就它其實還是可以做 再加上它很喜歡 所以就給它 後面的話呢我就是規劃了兩個層架 來放一些書跟我喜歡的擺件 接下來介紹層架上面這些小東西 像這個的話呢就是日本製的山陽老收音機 然後我覺得它的外型就是很80年代 非常的disco 它其實現在就是錄音帶的功能壞掉了 可是還是可以聽廣播 然後它也能外接 所以呢我們之後就是可以來當它是一個額外的喇叭 不過就是音質可能沒有辦法到很好 可是它的外型已經100分了 然後它也能外接 再來這邊的話就是之前有收集的一些明信片 像這個的話呢是就是之前有幫助流浪貓 然後他們送的一個書籤 就我覺得這個質感真的太好了 就是有點捨不得用 然後我覺得它擺起來也很可愛 所以我就想說擺在這裡 然後旁邊呢 這也是一個很喜歡的台灣的陶藝的藝術家 然後呢它是專門畫這種貓貓魚 那我覺得也很可愛 就把它收藏起來 至於這個5.5公噸 大家應該會想說為什麼我家要放這個東西 這其實是我們之前看到覺得很有趣 就是因為歐仔以前很喜歡坐在這個層架上面 所以5.5公噸跟歐仔就它的體重 一個呢是一個鋪滿 那我想大家早期應該都會有看過像這種東西 它其實都會做成是豬的造型 可是這一隻就很特別 它是貓咪的臉 就是一個胖豬咪 我覺得太有趣了我就把它買回來 然後旁邊這一個的話呢 其實是日本很多景點他們的一個有點像是入場券的東西 那它呢這個地方就是真的是日本的一個山叫大山 那他們後來呢就演變成就是大家可以掛在家裡或是車上 就是保佑安全的意思 那我們自己買回來這個是因為覺得這個感覺就是很厲害 這樣抽山屋都會抽中 所以以後在那個系統在轉圈圈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一直搖搖搖搖搖 希望可以順利抽到山屋 這個書檔呢它也是在一間老物店收到的 然後它的年紀也是比我還大 它是石木雕刻的大象 我就覺得它的做工很細膩 接下來旁邊這個呢 它是一個俄羅斯早期的衛教海報 那我們覺得很可愛就是貓頭鷹啊 然後在教他們就是認知這樣子 所以就把它擺在這裡做裝飾 這一個櫃子呢其實當初不是要放在這裡的 是想要放在廚房那邊 不過就尺寸有點卡 後來就想說那放在這裡也好 那上面呢像這個就是我的唇錢筒 其實有點像招財貓的意思啦 它是來自台灣的一個品牌叫撿果子 然後它這個是就是印度當地的婦女手工製作的皮革 非常的好摸 我覺得它很可愛 那我覺得現在這上面呢還是有一點點空 可能之後會陸陸續續增加更多新夥伴 今天就是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啊 謝謝 這個部分 好像一堂 這個部分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我们的卧室 你怎么在这里 它怎么在这 这就是我们的床 然后呢其实也是走一个比较简单的设计 那现在欧仔几乎都会跟我们睡 那因为我们家的墙壁啊基本上都是白色的 只有这一面墙呢我们是用一个奶茶色来做一个跳色 刚好下面搭配床头柜是很和谐的 然后旁边呢就是用白色的灯 那床头柜跟床板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这里呢就是会放一些我喜欢的小东西 像这个呢也是一个复古的小池猫 然后呢我觉得它的表情非常的逗趣 旁边呢也是一个藤边栏 然后可以放一些杂质啊等等的 我们的床呢是用晚安奈特的 我真的觉得超级好睡 然后因为欧仔现在也很喜欢 跑到床上来跟我一起睡 所以呢这边就有用也是他们家的这个保洁店来做保护 然后我们来看看就是它这个床垫特别的地方 晚安奈特是台湾40年在地经营的床垫工厂 百分之百台湾手工制造 这个是独立桶床垫里面有5层内裁 包含19公分高的碳钢独立桶能稳定承托身体 也采用高密度记忆棉透气又能调节温度 床的四周还加入5公分的强化泡棉耐用度更好 另外还有动态二合一棉跟高密度基地层 可以很好的分散压力跟吸震 这张床我们大概已经睡了两三个月了 我真的觉得它超好睡 身边的人要买床垫啊 我都极力推荐晚安奈特 它呢就是很柔软 但它支撑性却很好 就是很扎实的拖着你 然后会让你的人睡得非常的安稳 这里就是我们的衣柜 我们的衣柜呢是直接设定就是顶天立地的这种做法 然后呢都是采用隐形八寿 会看起来造型比较极简一点 那里面呢我们也是做了蛮多规划跟巧思 那因为我本人就是非常讨厌折衣服 所以呢我的衣柜都是采用挂啊 还有就是不折叠为原则的收纳 像这个衣服就是直接晾好 就干了以后就直接这样挂进来 那因为女生毕竟就是会有一些小背心嘛 所以呢我就是买这种很多凹槽的这个衣架来收纳 也挂起来非常的方便 然后下面的话呢就是我的裤架 因为我裤子非常的多 所以呢我也不想折 我就直接在淘宝上面就是买这种抽拉裤架 我觉得它超方便的 因为你要找啊就是一目了然 就是可以看到自己的裤子都是很清楚的放在哪一个位置 然后要拿的时候也是很好拿 就直接这样子 完全不用折而且这样也不容易皱 然后这一格的话呢 我就是规划要放长大衣的 因为我就是很多这种长长的洋装啊 然后跟这种外套 我就留了蛮多格的空间是来收纳这些的 浴室的门有很多种做法 可是我希望它跟这个房间的整体性是更好一点的 所以呢它这个颜色跟我们的床头柜啊 还有我们的床头板是一样的 然后一样也是让它顶天让它看起来更大气一点 那我们去看看我们的浴室 我们的浴室呢就是空间还蛮宽敞的 然后一样归化成就是干湿分离 那因为我不希望整个空间看起来很暗 所以呢我在瓷砖上面的话呢 我是选择这个比较偏亮色系一点的灰色 那这个瓷砖我很喜欢 因为它的这个瓷砖的名字叫雪山岩 因为我最喜欢的山岩是雪山 所以我这边看到它就有想到雪山洁白的下雪的画面 中间我们的浴柜设计也是非常的大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镜子 我们当初也是故意就是弄大一点 很有饭店那种大气的感觉 我不喜欢就是台面乱乱的 所以基本上一些东西都是收纳在里面 像是我一些化妆品啊保养品啊都放在这里 收纳空间很够 然后下面这一格的话呢 就是放一些生活用的备品 沐浴乳洗发精等等就放在这一格 然后这一格呢我们就是规划来放洗衣篮 因为一个洗衣篮就是在外面就不太好看嘛 放在这里就可以藏起来 然后上面呢我们还有规划就是这个透气孔 让衣服不会闷着 旁边的这一格呢 则是放我们一些清洁用品 像是浴室的洗洁精啊等等都放在这里 那这里的话呢就是干湿分离的部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二楼的Room Tour 大家看的还喜欢吗 那我们就下集见啰 拜拜